過來 5 還沒 開始 開始 5 4 3 2 1 康老師 據我所知 在這個第五中心 在兩千年七年 它還是一個閒置中心 那進出以後 你如何將這個閒置中心活化起來呢 有關於閒置空間 這樣的一路的話 在兩千年七年 那個時候 很多媒體都引起一些報告 因為有一個記者 他專門在挖 臺灣的政府帶了多少的閒置空間 那麼當年呢 但是院理政工手 事實上是也有感言 他有院理病排電影中心 是一個大樓 一直都沒有啟用 那麼他們 一些執辦的課長 鎮長 我們都覺得這個蠻在意的 他們怕被爆 那麼所以說呢 他就 經過一番協調 因為那一點我 也剛好是離開廚場 他知道說出水社群有這麼的人 就是當委任 然後也是做立宿的 然後今天在這個地方開過課長 那麼所以說呢 他就找 先找我做開會協調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我還不怕 我特別是說 那閒置空間是你家的事啊 那我剛從職場退下來 那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當然 他來了兩三通電話 我記得是這樣的 那到最後我才注意到說 好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開會協調一下 怎麼樣去活化 但是我心裡頭所想 因為我是做議員 我心裡頭所想的只有一個意義 就是要把它導向到議員中心 那麼之前呢 跟我之前在這個地方開會長 那麼跟1998年 有一個叫梁高輝的一個先生 在這裡開會長 1999年有一個叫陳桂生的先生 在那邊開過課長 還有2002年吧 國際院合掌管在那邊辦國民議員 然後200... 再回說到2001年 2001年我第一次在這個辦議員 然後也都是借人 都借人 那2002年國際院合掌管在辦議員 到2004年 2004年我又辦第二次的議員 2005年我又在這個地方召開了 就是好像召集一個音樂會 就主辦的音樂會 那個時候 這個空間一直被拿來當成第五再十六 這個前因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有機場是我主辦 然後我又是出水人 那只是說當初在職場 在一家要有的公司服務 那所以說呢 我那個時候沒有介入派勝 但是政公所這個 在2007年有提出這個要求 那我當然就開始有點心動 我說我在想說 是不是外面已經立了一個石碑 叫做院理兵阿義的重心 那是前政長 張真景立的 但是這個空間一直都沒有開口 那麼 是不是可以 我可以用這一個機會 來實現 我那個叫做藝魂中心的一個夢想 以前只是夢想 那現在可以是不是可以 借這個機會來 可以去證明 這個年齡就這樣 好 卡 卡